小朋友,你有没有试过做事的时候很没信心 不敢想象自己会做成什么,人家满不满意 还有,会不会被人骂呢 有时候,信念真的挺重要的 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勇气,勇敢地面对问题 有时,就是凭着一股的信念,我们做事才会成功的 《路加福音》第七章,一至十节记载 耶稣到了葛法庸,那里有一个伯夫长 他有一个他很喜欢的仆人患了重病,就来要死了 他听说过耶稣的事迹,就叫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找耶稣治病 长老到了耶稣那里,请求耶稣这样说 他堪当来给他做这事 因为他爱护我们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 这里说出了伯夫长的为人 他虽然是爱族人 但是,就很温和良善,还很大方 特别是在修建会堂上,是很尽心尽力的 基于这样的原因 耶稣就跟长老去伯夫长那里了 当差不多去到的时候 伯夫长又打发了个朋友去跟耶稣说 主哦,不必劳价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我家里来 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 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伯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 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 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你来 他就来 对我的劳仆人说 你作这个,他就作 耶稣听到这番说话就大吃一惊 他同跟随他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 连在以色列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 而被派去的人 回到伯夫长家之后 那个伯人就好了 伯夫长为了伯人 这么诚恳地邀请耶稣来治病 可想而知 他对待那伯人是多么关心呢? 这一点更可以证明他的人爱善良 而且他还很谦卑 因为他是爱族人 他觉得自己不配接近耶稣 所以就请几个犹太长老去耶稣那里 邀请他来治病 而当耶稣差不多到的之后 伯夫长还是不敢接近耶稣 于是他又打发他的朋友去找耶稣 而由伯夫长的一番话 更可以见到他坚固的信德 以及承认耶稣的无上权威 因为他说 只要耶稣说一句话 他的伯人就会传愈 小朋友 你看看伯夫长的信德有多大 所以我们都要效法伯夫长 有多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